Hello,大家好,我是摩托老周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讨厌 这个Omicron这个病毒 一定要不死不休的要把它清零 我们都知道 这个习近平对Omicron这个病毒 他是采取了一个绝对要清零的这么一个态度 一直到现在 那么把整个中国折腾的是非常的惨 特别是像上海 这个2000多万人被困在这个城市里面 被困在家里根本走不出去 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人道灾难 次生灾害 但是习近平却没有任何要放松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我今天给一个比较完整版的解释 就是有四条可能的理由 我认为是导致习近平非要把Omicron清零的原因 那么第一条理由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就是习近平想要通过绝对清零这么一个又荒唐 又非常非常坏的这么一个政策 来训练中国人 让他们学会被管制失去自由的这种社会模式 因为这个是习近平要把整个中国朝鲜化 他的必经之路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让习近平在一瞬间 把整个中国突然间朝鲜化 突然间让大家失去自由 那么这个会引起很大的明辩和反弹 这是不太可行的 所以你一定要温水祖亲王 让中国人慢慢地适应他 那么疫情就给习近平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么这个就是我认为习近平要搞清零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习近平呢 他当年说过八个字啊 我认为这八个字呢 让他现在呢有点骑虎难下 哪八个字呢 就是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当年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啊 在武汉啊 中央成立了一个叫做抗议什么领导工作小组吧 那么指定的是李克强做组长 但是到了二三月份的时候呢 习近平突然夺权啊 把这个这个指挥权从李克强那里夺过来 对外界声称是他自己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在领导这场抗议战争 那么我之前呢 曾经在这期视频里面讲过啊 习近平是很喜欢抢别人的政绩的 因为他太需要政绩了嘛 因为他要做皇帝啊 那没有政绩怎么行呢 所以他千万百计的到处去 捞政绩抢政绩啊 那么他当时这个举动啊 他对外界宣称是自己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啊 抢李克强的这个 这个领导小组的这个组长的位置啊 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肯定是咨询过一批这个军师啊 一批这个专家啊 然后呢 他当时认为呢 这个疫情是很容易就下去的 那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政绩啊 他必须抢 所以呢 就对外界宣称是自己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没想到这个病毒这么不听话啊 一波一波的卷走从来 一波一波的变异啊 从最早的版本到什么 后面的那个什么 alpha beta gamma 什么derita 现在 又到这个Omicron了 那Omicron现在传染力非常强 那么我认为呢 习近平当时啊 说了这八个字啊 抢了李克强的这个 抗疫领导小组的这个 组长的这个权力 他现在是对中央的高层是要有个交代的 那么这个呢 也有可能是导致他骑虎难下啊 现在不得不如此疯狂的搞这个清零政策的一个原因 好 第三个原因呢 我们都知道啊 习近平是很迷信的啊 那前一阵子不是还去了那个拉萨啊 布达拉宫啊 去建了那个帮长 当时还有那个很多人给他献哈杂嘛 一片白满满的 还有呢 他上台之后呢 就是大肆的这个扩建 他父亲的这个林木啊 搞了一个很大的园林 做了风水的布局 然后呢 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前两年不是发生了那个太行山 上面有很多别墅啊 被强行拆除吗 当然那些别墅是违章建筑啊 但是据说习近平下狠心 要把那些别墅拆除的原因 就是觉得啊 那些别墅啊 压住了他的这个龙脉啊 呃 所以习近平啊 他的这个迷信 这件事情呢 是不用质疑的啊 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我就想说啊 他一定要搞这个清零政策的第三个理由 很有可能就是对这个Omicron 这个名字不喜欢啊 为什么呢 因为Omicron说快乐就有点像 我们也共嘛 Omicron啊 就有点那个感觉在里面啊 所以这个名字呢 那可能是习近平是非常的不喜欢的啊 感觉醋了他的眉头 所以他他一定要把他消灭掉 好 第四个理由啊 也是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说呢 比较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我在这个军管上海这期视频里面讲过的 习近平啊 很有可能就是想用这个动态清零这个借口啊 来在全国调动军队 从而去威胁那些在党内啊 反对他的势力啊 特别是像江派啊 那就是他防范的重中之重 所以他一早就把这个上海控制起来 因为江派的这个老家就在上海嘛 那么他现在的重点呢 就是想把北京也封控起来啊 最好能把自己的军队调到北京来 那么为什么呢 是因为北京这里啊 是很多现任和退休的这个中央高层的 他们生活的地方啊 那么党内的很多元老 还有一些反习的这个派系的代表人物啊 一些中央委员都生活在北京 那么习近平把北京如果控制起来呢 那他就基本上在党内没有阻力了 好吧 那这就是我总结的四条可能的理由啊 欢迎大家听完之后呢 发表自己的感想啊 就说你们的看法 好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